这个被倒吊在房顶上的女人正在奋力地扭动着自己的身体 而她之所以会这么做 就是想要取下桌面上的刀子 这样她才会有活命的可能 在了好大力气终于被她够到 可没想到一个没抓稳 刀子就掉在了地上 这刻把她给气坏了 她再次看向桌面 将目光锁定在了酒杯之上 而这一次她终于将酒杯牢牢地抓到了手中 这时电梯的滴滴声响起 莱尔赶紧用尽全身力气将杯子捏碎 眼见阿西夫走了进来 莱尔便开始用言语刺激阿西夫 你的儿子就是个胆小鬼 在我杀了他之前 我割掉了他的耳朵 他向我跪地求饶 还说他为是阿西夫的儿子而感到耻辱 莱尔说完狂笑不止 这彻底地激怒了阿西夫 他捡起了地上的刀子 可是莱尔还是用言语刺激个没完 阿西夫直接暴摸 下一秒 阿西夫疼得连连后退 莱尔趁机割断绳子 头晕目眩的他刚刚落地就朝着阿西夫爬了过去 可是阿西夫已经按响了求救按钮 莱尔死死地掐住了他的大粗脖子 想要将其送走 可是这时电梯的嘀嘀声再次传来 他赶紧松开手 朝着楼下狂奔 他打开窗户想要跳下去 奈何有点高 这时卡勒咪的声音传来 他连忙脱下皮衣 将皮衣放在地上 接着躲进厨房里 卡勒咪看到皮衣以为莱尔已经跳窗逃走 于是便带人追了下去 谁知这个秃头卡勒咪却留了下来 他朝着厨房慢慢靠近 莱尔连忙躲在灶台下面 可还是被发现了 莱尔一边哭一边示弱 大哥你行行好帮帮我 这时光头可能是被他身上的凶器给迷住 立马露出怜悯之情 可下一秒 他被莱尔用保鲜膜缠了足足有66拳 最终窒息而亡 他来到楼下时却再次被发现 他赶紧躲进浴室藏了起来 两个卡勒咪死追不放 莱尔只好疏死一搏 这时又走进来一个卡勒咪 很快三个大老爷们就对莱尔展开了群殴 但最终还是被莱尔撂倒在地 卡勒咪想要起身 他一脚就吓了下去 这时辫子男一把握住了他 将他推到另一个卡勒咪的怀中 接着一刀就扎了上去 莱尔一嘴下去咬掉边上卡勒咪的一只儿 接着捡起边上的手电筒就砸了上去 他拿着手电筒坐在辫子男的身上 紧接着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没了 直到将男人的脸捶得稀巴烂他才可大秀 灯光亮起 现在只剩一人 卡勒咪拿着刀子朝他刺去 莱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随即一个旋转头挪滚到了一侧 一拳下去打掉刀子 拿起电线嘴上缠一圈 脖子上再来一拳 接着就是一顿狂勒 很快卡勒咪就停止了呼吸 莱尔躺在地上重重地喘着粗气 随后他捡起手枪 筋疲力尽地朝着外面走去 可下一秒阿西夫又出现了 他一铁棍就打掉了手枪 接着一棍子就扎破了莱尔的肩膀 他想要勒死莱尔 可下一秒 莱尔在他的伤口处一顿猛暗 莱尔把趁你病要你命这句话运用得淋漓尽尽致 阿西夫痛苦倒地 他愤怒地捡起铁棍垂伤了莱尔的脚面 莱尔赶紧起身逃跑 此时的室外大雨倾盆 莱尔一步一亮腔地走在这冰冷的雨夜中 很快一辆车子驶了过来 他瞬间变得无比绝望 可当他看清男人的样貌时 瞬间又变得充满了希望 那个男人来救我了 原本刚毅的女子顿时变得柔弱起来 肖恩赶紧将莱尔抱在怀中 然后就这样抱着他转身走向了车子 相信此时此刻莱尔的心中一定温暖无比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便彻底将莱尔心中的光亮打散 电梯门缓缓打开 肖恩将莱尔放在了地上 莱尔的脸上写满了惊恐与绝望 而更多的则是难以置信 他终究是错误给了这个男人 如此看来肖恩真的不如卢安战神 要知道莱尔可是救了他一命的人 要知道莱尔可是一路以来一直支持他的人 纵使心中怀着复仇大业 他也不该如此忘恩赎如 这一步 他终究是走错了 这一刻我多么希望他能够掏出枪 为这个女人杀回来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一幕 儿子 感谢观看